大家好,今晚就是歐洲國家盃四強開打的日子 深夜三點鐘開播,有專屬直播 這一場意大利對西班牙,1點9開始直播 兩點鐘收到正選陳雄,立即跟大家研究 記得要留意加入Patreon,以及加入Patreon在月頭吃完整個月 趁著這個歐洲國家盃,今天未有賽事 我要看的時候,我就偷一點時間跟大家講講其他事情 很多人都想我講一講熱刺換教練的消息 其實我都在做資料搜集 不過只講換教練,其實就不夠我做文章 做不夠8分鐘就沒什麼意思 所以我打算再儲多一段關於熱刺的資料 加上熱刺的轉回評論,加起來再講熱刺 說到轉回,曼聯金的暑假就很快手 其實有另一支英超的球隊都很快手快腳下 這一隊就是李斯特成 已經簽了兩個,還要是Penland Zen 甚至可以說是搶走了其他英超Big Six的目標 所以我也要跟大家講一講,就是關於李斯特成的轉回評論 他們分別是收購了薩爾斯堡的前鋒達卡 這個讚比亞的角腳,只需要3000萬歐元 另一個就是法甲冠軍功臣李爾防守中場 塞內加爾裔的法國籍球員蘇馬爾 沒有公佈過轉回費,市價大概2800萬歐元 我猜吧,3000多,4000,不到4000,3500左右 就有交易了 也就是說,李斯特成現在用了大概6500萬歐元 就買了兩個實力相當不錯的球員 首先講一講防守中場的蘇馬爾 一看球員的精華片段,我馬上想起誰呢? 馬上想起尼當比利,即是二次那個 又是非洲裔的法國兵 Box to Box,衝得跑得難折倒 而且又有些漂亮的傳送,長傳 還有可以衝上來推波做超級連結人,速度都OK 即是說,非常全面的中場球員 而且還高大過尼當比利很多 尼當比利1.81,蘇馬爾1.88 看來蘇馬爾比尼當比利更大 而且年輕兩歲,絕對有足夠實力在英超立足 亦都適合打英超,這些對抗性這麼好的球員 說到這裡,可能你會問,其實李斯克成中場都幾多人 尼迪迪、泰利文斯、文迪、亞馬迪 這一類型球員這麼多 為什麼還要買一個類型差不多的蘇馬爾回來呢? 答案不通是李斯克成有中場球員要走 難道有英超強隊想叫走泰利文斯或尼迪迪 不過最近有沒有傳出過這些消息呢?答案又是沒有的 而且通常應該是放了尼迪迪、泰利文斯之後 才買取代品回來的 所以李斯克成不像是想買取代品 反而他們是想撞大陣容 尼迪迪、泰利文斯這個組合固然是好 但記得上一季尼迪迪是試過長期受傷的 加上文迪,29歲了 買多個同類型的球員,又似乎一定是有用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尼迪迪和泰利文斯的中場組合 其實就不是很高大的 尼迪迪1.83,泰利文斯1.76 文迪1.67 所以現在買過真的夠高 1.88,蘇馬爾就解決了中場混戰高波第一點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李斯克成是想撞大中場的力量 而且看來這個中場的力量比某些英超B6球隊的中場更加強 例如京爾比阿仙奴強 現在你看到李斯克成的板凳深度 中場比阿仙奴好 甚至乎個別的球員級數都比阿仙奴好 亦比熱刺的中場年輕 那是否意味著李斯克成的班底和基本級數 已經超越了阿仙奴和熱刺呢? 是否即是說李斯克成經已屬於B6的分子 趕走其他B6的球隊呢? 他們的確是買了一個其他英超B6的球隊是需要的球員 阿仙奴、熱刺、甚至曼聯或者利物浦都需要這個球員 蘇馬爾嘛 3500萬歐元 甚至可能更便宜的價錢 是被李斯克成快手快腳撿了的 而且李斯克成也買了一個高速的前鋒 是達卡的 這個球員的基本實力是OK的 而且速度快 應該比伊安娜組好多 但只需要3000萬歐元 其實阿仙奴、利物浦這些球隊都需要這類型的球員 3000萬歐元阿仙奴、利物浦應該給得到 但都給李斯克成快手快腳再簽 接下來,李斯克成的實力只會更加強大 中場的對抗性和實力有真無減 前鋒算了 華底加上22歲年輕人高速前鋒達卡 反擊的速度更加恐怖 適合打大戰 我們很記得,上一季李斯克成的速度型進攻點 拜尼斯受傷後跪尾的成績很差 前鋒速度慢了很多 如今買了達卡 似乎是想針對性解決這個問題 至於李斯克成對著中下游分子面對密集的話 又可以怎樣做呢 如果繼續三中堅下去的話 其實都可以變形 由這個3412變成4231 方法就是 卡斯坦尼這個右後衛或者右邊Wingback 就變成右邊的進攻點 夾了這個馬迪神下去中間做主角 拜尼斯繼續拉左邊做進攻點 這樣的話就立即構成這個4231 如果不是他的話 達卡其實都可以嘗試變成邊線進攻點 問題是要訓練達卡就面對密集做六頁那份能力 但這個也是有可能的 上一季李斯克成的基本實力就差不多有機會差前四 只不過就是個別球員班底 個別球員受傷 班底的問題令他跌了鍋 去到季尾不行 今個暑假的轉彙槍似乎想針對這個問題 解決了他嘗試再衝一次前四 剩下的問題就是教練羅渣士究竟有沒有實力 保持到季尾的成績 因為他每次去到季尾都跌 他的臨場調動、應變 尤其是打大戰有沒有改善到 我估計他改善的機會都不是很大 因為看到很多年都沒有怎麼改善過 但班底好了可能真的會好些 不過究竟爭奪英超前四會不會更加激烈呢 答案要看起來就是熱刺和阿仙奴的轉彙操作 即是如果他們沒有進步 其實前面都是五隊差四個位 如果繼續熱刺和阿仙奴積弱的話 就不會說很激烈 那究竟他們會不會進步或者轉彙操作會好呢 現在熱刺是存在不確定性的 哈利簡體九成離開了 那以後怎麼屈肌呢 經歷過摩連盧兩年是沒有怎樣訓練過破密集意識之後 熱刺都需要很多時間重新找回控球作的感覺 那這裡熱刺似乎都是需要時間的 另外阿仙奴今屆沒有歐洲賽負擔 但未必有錢買人 兩支不倫敦的球隊其實現在都面對著麻煩 那如果熱刺和阿仙奴轉彙操作不理想的話 李斯特城都可以說是自動變成Big Six了 那如今就希望李斯特城這麼快手快腳做到事情 是能夠逼到熱刺和阿仙奴盡快出手 還有出些好手 這次的Patreon片尾彩蛋部分 我們會再講一下李斯特城如果想再撞大一點 真的想成績再好一點的話 有些什麼位置需要再買的 記得去Patreon支持吧 如果你都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的話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就很幫到手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那當然就是沒有廣告的了 七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九元美金就有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去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 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如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要 你可以裝一個拍照 即是Tap & Go的程式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了 拜拜